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了之后 没有了 听得懂吗 你的男朋友有了没了 或者你老公跑了 听得懂吗 现在台长看固扯就是这种 基本上是属于跑了 对不对啊 呼掌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台长刚才想的那种人 才凶 听得懂吗 你别看你现在笑嘻嘻的 过去给老公很凶的 没老公的男朋友呀 你过去谈朋友 谈了很长时间啊 谈了为什么谈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会白白啊 管了他再紧 你知道吗 你把他当成私有财产了 听得懂吗 脾气再倔 没有了 我看你没跟当朋友啊 我看你这个给你至少一年 两年以上的台阶爱 出一家朋友 生懂吗 在命坑当中 大家记住 凡是 如果命中当中 有一个女人或者有一个男人 在结婚之前的 如果这个人跟你同居 或者该挺好到 很厉害 一年只要以上 这个人 在命坑当中 就算一个 所以很多人看他看出来 你有三个老公 实际上 第一个就不是老公 因为已经好过了 大白了 明白了吗 你就是属于这个 没了 明白了吗 自己要懂啊 头发把额头都遮住了 你知道在天庭要饱满 这个人家说 人家说额头高的人 额头高的人 福气好啊 你看你把额头全部遮住 你哪来的福气啊 你去看看哪个大观总经理 前面都有的啊 这有什么日本的小孩子 前面都一刀起的 对不对啊 大姑娘啊 还有啊 你这个人钱财不保啊 钱啊 没财运啊 你那懂吗 刚刚看图腾 财运走得很快啊 有了就没了 有了就没了 明白了吧 好了 有了 念什么金 财运有钱 是吧 教你的金 好吧 我要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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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花财就有了 能化钱 什么要化钱 每天念姐姐咒 念心经 我把你记下来 你大概再去 念姐姐咒 念心经 然后慢慢的念 消灾吉祥神咒 听没懂吧 灾没有 我记下啊 都是关心不大的经文啊 特别好啊 听得懂吗 你们过去不知道 所以你们大家要明白 念经的能量挺大的不得了啊 明白吗 好了 没什么大问题啊 你这个人啊 就是不是太幸运 但是你靠后天的努力 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你先天不足 明白吗 所以你做事情总是先的很困难 后来呢 有贵人帮助会好一点的 明白吗 明白 不明白 明白 好了 好好念心 好不好 希望你不要忘记了 希望你身上有个灵性 身上有个灵性 记下有个灵性 念17张小鹦 就会好了 明白吧 因为你生活磨难太多了 犯ер 人的脑子思维 转不过患了 你经常会知我 想不通 你不能再想过手 你再小朋友的话 你慢慢会有用 我会就吓你 听得懂吗 好了 好了 谢谢